第一個問題 有網友問問,他說在電視上見到發� spricht厲害的,說話是很忠肯的 那為何博社經常也批判他? 他們沒有為眼觀世界, 不就是被蝦vel施騙了 他逢會有認為這些人物是知是非的 普通人聽不到的 中央擔心又怎樣怎樣 很有語言藝術 對 很有語言藝術的 包括張志光也是 你們應該站高一點 今天早上訪問我 陳志韻 早上我聽新聞 9點多訪問 有很多道理 好像你本人聽不到 如果你中央政府有吉時和我真誠 遵守國際的選舉法例 哪有這麼多話說的 所有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都有資格去提名 提名完之後 或者提名十個 由全港市民投票就搞一件事 哪有複雜 對嗎 Peter 58歲的人有資格去選特首 投票 因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聯合起來 都是民意選出來的 他就有資格提名了 提名完之後 由全港市民選 他就收工了 哪有複雜 好了 你選錯了 我怕他不勾結我的勢力 你就勾結給我看看 他就說了 就是你想叫他 鑿騰你過 是不是 他們現在就忍不住事實 所以范徐泰這次就說了一些真話 下五張 即是說政府有的人不想有普選 就算社會也有些人不喜歡 也不希望有普選的 一涉及他的利益 你有普選 那些工人組別不能做 你有普選 你那天阻止土共就不能做 不能做中介人 所以他這個是少少講真話 這個哈姆西現在有點良心發現了 雖然他不能做半邊波 山頂山頂 每個山頂山的 有什麼表力 梁愛思是三星我癌症 他擺阻子浮那群人一個人 我就死了 不然就怎樣理 我現在可以揍你這群人 如果對香港沒有利的這種政棍 包括民主黨政棍 阻子政棍 麻煩你給我收拾他的工提組 弄我病給他 郭先生也要揍你這群人 你認為他對香港人不利 給我整個病給他 讓他想好現世 早點下班 一落盆揍給你 揍你這群人死去 那些市民我也揍你這群人 你寫他給我一個名字 我揍他 不用打寫你 不如揍他 即是說如果做政治工作的人 他的行為是香港人不利的 還有迷沒天良的話 就抓他染一種無厘頭的病 讓他在那裡獻世 然後可以揍這群人 因為是一張很簡單的東西 你玩不起不是差 我都說你中國 中國人都可以改國號 大中華共產帝國 要走低制 怎麼這麼複雜 你實事求是 你都不能實事求是 你玩不起的遊戲 就不要玩 你又要做雞 又要拿專業牌坊 你都玩不起 是不是 所以我們兩班人 我們的議員 我們都不能幫 他們搞政治 我們最認真說的 我現在不說聲 讓他們這些人搞而已 你搞不好 令到阿sir出來上場 搞給你看看 怎麼那麼濕制的 講那麼多話 我們搞沒那麼複雜的 第一 你首先要說服中央政府 你不用怕 為什麼你不用怕 是沒事的 你選錯人都沒事的 他就安心了 選錯了人沒事的 但是你們現在解釋不到 給中央政府聽 為什麼選錯人沒事的 他就害怕 是不是 你要解決他先不要害怕 接著你要把那些阻止土共的背脊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香港的普選呢 因為這些人 涉及利益 你拿一些證據出來給中央政府看 涉及這麼多利益 是不是 你當然要解釋一下 假民主黨背脊 那些人是假扮外國勢力的 不是真的有的 他就在台灣 特意和台獨坐過來 就抽人水 你回來就生氣 老虎皮嚇狗你 這些是藍 如果真是勾結台獨 就讓他知道 你知道嗎 大來大鼓 怎麼會讓他知道 是吧 私運軍火先進來 如果他家裡有台獨 就讓他瘋了 但是這些阻止 又造謠會說 假民主黨政策 又假扮 就好像有台獨支持他 下晚在賺錢 累死過香港 那中央政府收了情報 他這些文物電情法 收錶面情報 就死了 死了 死了的